DJI Smart Controller 我覺得DJI很機車 其實它是一間非常棒的公司 可是 它為什麼當初在發售Mavic 2 Pro的時候 沒有就一起發售這個產品 所以我後來又多買了一個遙控器 哇 遙控器本身 看一下有什麼 這個充電器也有包膜耶 比較少看到充電器還有包膜 這個充電器最多可以到12V 2A 換句話說就是20幾W啦 還不錯 還有附一條線 備用的搖桿 感覺上是非常的扎實 非常的重 大約是696克 就算它700克好了 如果是原本的重量呢 524公克 所以大概比原本重了170公克 我必須說啦 它一拿到手上的感覺是很扎實 它的做工啊 就一如往常 大疆的遙控器 其實 你拿到的那種質感啊 跟塑料的那種扎實度啊 都是非常好的 這次有進步 就是它的充電器啊 是用Type-C的 真的會方便很多 它的搖桿 藏在背面 一段 兩段 搖桿在這裡 然後背面還有另外這兩顆按鈕 這兩顆我目前還不知道是什麼 可是我猜想啦 可以自定理之類的 網路上很多資料 說它很難鎖 我鎖鎖看 比較難對準 要對的比較準才鎖得進去 我先把它充電 等一下我再來試用看看 附贈的這條線啊 感覺非常的粗耶 粗可是沒有很柔軟 就是感覺比較粗一點 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常在飛空派的人 你就知道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戶外啊 裝手機各方面來講 其實是蠻麻煩的 如果你跟我一樣用iPhone X 即使啊調到最亮 在太陽很大很大的狀況下 比如說像是一些海邊啊 或什麼的 其實看螢幕啊 都會非常的辛苦 它這次內建這個螢幕啊 亮度有到1000 將近是一般手機的兩倍啦 這個手把目前只有支援 Mavic 2系列 Pro Rune 還有一個就是企業版 所謂的企業版 就是它總共後來又出了兩台 這兩台是比較特殊的 在市面上會稍微比較難買 企業版應該叫做行業版 還是特殊行業版 它就是可以加一些電燈啊 什麼設備的 還有一台啊是 有熱感音裝置的 我覺得真的是蠻酷的 等一下我來測看看 如果用傳統的方式 跟新的手把 它起飛Mavic 2 Pro 會差多久 感覺好久沒有在我的工作室錄影了 開個燈好了 開了 我今天還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要告訴你 如果你是新手 在2019空拍機要怎麼買 就針對一些可能你還沒有開始飛 你即將想要買空拍機的人 希望這一天啊 會對你有一些幫助 因為最近真的太多人在問我相關的問題 空拍機的品牌選擇非常非常簡單 那一台就是大將 就是大將 我之前有玩過Pero的Annafi 它的成熟度啊 各方面來講啊 還是沒有比大將厲害 畢竟大著很大嘛 很多人都告訴我說 我是新手 我是不是應該買最便宜的 Spark 今天我就來回答你 這個問題 欸不對不對 等一下還有一台 要告訴你 就是 這一台 我有買 這台是DJI的子公司做的 Tero其實它不能叫做空拍機 它比較適合叫做空拍玩具 你不要想用這台拍多厲害的畫面 那是不可能的 我們從大將的官網來講一下 可能對你會比較清楚 我們先來看一下大將的官網 有什麼 在進來的時候你會發現啊 右上角是台灣 如果你選擇台灣啊 你會發現其實很多產品 你可能是買不到的 比如說這個遙控器 你選擇台灣它永遠缺貨 還有Mavic 2 Pro 跟這一個的遙控器的組合包 你連看都看不到 所以有些東西啊 他們是不寄送台灣的 在大將官網買啊 並沒有什麼太大太大的好處 其實你真的東西有壞掉啊 你要送回去都很麻煩 不然你可能就要送台灣的代理商 因為可能不是跟他買的 所以 維修會稍微 貴一點 不過我真的很懶 我所有的空拍機啊 我都是從官網買 那再透過轉運 或者直送到台灣 我們先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時區 選成大陸 大陸 大陸 在商品的分類 你就可以看到 消費級的產品 跟專業級的產品 那基本上我覺得 專業級的產品 不適合我們 因為像Inspire 它幾乎是拍電影在用的 所以啊 我們選擇的就是 消費級的產品 消費級的產品 總共有三個系列 第一個就是 U Mavic系列 第二個就是 Spark系列 第三個就是 Fenton系列 最不建議買 就是Fenton系列 它早期啊 是非常紅的機 它的廣告元件啊 是比較大的到一吋 不過後來因為 Mavic 2 Pro也到一吋 在近期來講啊 其實大部分人 都已經不推薦看 Benton系列 所以用三區法 你就只能選擇 Mavic跟Spark系列 我私心覺得啊 並不會推薦買Spark系列 並不是因為 我自己沒買 所以不推薦 最主要是因為 在我的影像創作 我常常用到 Full HD的120幀 像Mavic Pro 就有支援到96幀 至少我在 拉慢動作的時候呢 可以呈現比較不同的質感 就像這些話 Mavic Pro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 就是一開始啊 都是非常慢的 所以它給你的感受 會有不一樣 在我的使用中 我覺得Spark 對我來講 並不夠 而且它的抗風性啊 跟一些圖傳的 並沒有那麼好 不過啊 並不是不建議買Spark系列 如果說你的預算啊 真的稍微低一點 只有1萬多塊 或者是你真的真的 非常不常飛 你覺得你只是想玩一下 而且是比較近距離的 我覺得你就直接買Spark 如果你跟我一樣 有這種慢動作 比較多幀數的需求啊 其實你唯一可以考慮的 就是Mavic系列 Mavic系列啊 其實分類沒有想中的 那麼複雜 主要就是 有一開始的Mavic Pro 就是我們俗稱的E-DICE 跟Mavic 2 Mavic Pro 就是E-DICE 它後來出了一個 稍微安靜一點的版本 而且它的飛行時間 也比較久 就是Mavic Pro 薄金版 Pro跟Pro白金版 它的價差 並沒有非常大 效能啊 各種特性啊 對我來講 其實是差不多的東西 不過我現在真的 不太建議 大家去買Pro 因為它真的 也出滿久 而且價格 也沒有非常便宜 它在台灣的價格 我剛才查了一下 大概就是34,500 白金版會稍微貴一點 不過它真的 除了有點久 就是這一台 我把價格寫上去好了 34,500 第一代 這一台是Mavic 2 它分為Droom的版本 跟哈蘇 就是Pro的版本 它Droom的版本 最主要就是說 它可以拉近拉遠 哈蘇的版本 最大的特點就是 它的感光的元件 是一吋 我本身啊 沒有用過Droom的版本 所以我很難跟你講說 哪一台好跟不好 不過就是有點像相機啦 就是Droom 可以變焦 那這個 就是上面就是一個定焦機 我自己認為啦 因為空拍機 可以往前往後飛 而且速度很快 所以變焦物的需求 可能會比較會使用在一些比較特寫的部分 距離稍微近一點 製造更淺的景深 還有更大的空間的壓縮感 所以台的價格是多少呢 我剛才查到是49,000 不過Droom的版本呢 是41,000 這樣我就知道 這兩台的價差 是快要15,000 這樣比啊 是有點不公平的 如果是Droom啊 就是41,000 跟一代價差 就只差7,000塊喔 所以啊 我真的強烈的建議 不要再買一代了 一定要買二代 價差並沒有想中那麼高 這7,000塊你會多什麼 第一點我覺得 最最最重要的就是 避障 一代並沒有後避障 跟側避障 這一點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在我飛過這麼多的創作啊 炸機過一次就是 用Mavic倒退的時候 去撞到 撞到房子啊 如果當初啊 是用這一台啊 基本上這樣的事情 就不會發生 第二點我要說的就是 手感跟穩定度啦 因為其實Mavic 2啊 其實重量是重蠻多的 再來它的軸距啊 應該叫軸距吧 是比較大的 我比給你們看 箱子啊 右上方大致上已經對齊了 我們來看一下 左下方 大家應該有注意到 Mavic 2的軸距啊 其實大了一些 飛起來的手感穩定度來講 其實是好非常多 換句話說啊 就是它的安全性 真的比一代好很多 差這7,000塊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是值得的 所以啊 我們也先把一代 然後旁邊 比較不建議啊 那就只剩下 Mavic Air跟Mavic 2 Pro 我查一下 Mavic Air現在 多少錢 先把它的電池 裝回去好了 兩萬六千五 我剛才查到 這兩萬六千五 我可以算它 快兩萬的價差 取一個比較平均值嗎 這兩台怎麼選呢 我先取一些 我最近用Air拍的畫面 最近我到越南 我是帶Air 為什麼我帶Air呢 因為越南的空拍法規啊 很 就是很 你知道的 當時我就覺得 不一定能夠飛 我又想說行李箱啊 不要有那麼大的重量 所以我就帶了Air 因為Air啊 在白天來講 它呈現的畫面 是不錯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我覺得 都是能接受 不過 它有兩個很致命的問題 就是 第一點就是在夜間拍攝 因為本身感光的元件 比較小 我是覺得我是很勉強用的 那個畫面真的 不太美觀 第二點就是當你飛比較遠 大幅度的橫移 或大幅度的往前 空拍加到 高度可能在200到500公尺的時候 它在做橫移的時候 其實那畫面是動得非常慢 可是你要的畫面 是一個很平順的橫移 這時候你一定會切Sport模式 它在Sport模式的時候呢 鏡頭是不會正的 就是會像畫面中呈現的這樣 它比較適合的是比較近距離的空拍 那當然還有一點啊 就是它的體積啊 小 非常非常的多 有些啊空拍啊 比較模擬兩個地方 你帶著它感覺 比較不會有負擔 Mavic 2呢 相對來講啊 它就是一個非常穩定 而且畫面非常漂亮的空拍機 這是我最近在南投拍的畫面 其實距離很遠啊 你還是會覺得說它飛得非常的平順 而且畫面拿回來啊 你會覺得很開心 這個是Air比較難達到的地方 所以我做個總結啦 就是這兩台就是我認為 2019啊 你可以考慮的兩台空拍機 當然啊如果以新手啊 我最推薦的還是這一台 Mavic 2 為什麼因為它真的比較安全 它的地障啊跟穩定度好非常多 一直會有人私訊我說 我是初學者 我是不是要買比較入門 價格比較低的 空拍機的這個領域 並不是這樣的 如果預算足夠的話 應該是要買稍微好一點的 飛起來安全感跟放心度啊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我新買的 然後現在充好不便了吧 來 預備開始 第一個動作先開遙控器 然後再來開空拍機 接著把iPhone呢打開 我會習慣先把DJI GO 好 把DJI GO給先打開 搜尋DJI GO 然後打開 接著我就來做他上去的動作啦 阿 我忘記鎖這個了 再把它鎖一下 你不知道你會忘記鎖嗎 我有時候常常真的要夾 都是夾手機的時候才忘記要鎖 然後再把它放下去 然後對準 OK搞定 然後他現在還沒 已經 出現了開始飛行 然後放遠一點 現在已經完成起飛準備了 然後我兩個 往內 開始鑽 好 停止 我剛剛總共大概花了1分07秒 應該 我有晚一點暗 所以我們就抓大概是一分鐘的時間 可以讓他順利起飛 好預備 開始 先打開 一樣先打開這個 遙控器 然後再打開空拍機 然後接著 來裝這個旋鈕 我剛才把旋鈕塞回去的時候 覺得有點難塞 轉旋鈕 這個旋鈕 確實 比之前的 難轉多了 好 接著我按GO 然後他就跑這個畫面 哇我把線放旁邊一點 還在跑 還在跑 進入設備 就可以直接開始飛行 好 他現在已經進入了 我先不要更新 然後 起飛看看 正常 停止 現在我的使用呢 這一次是花了大概50秒 所以大概其實也 只有少了10秒鐘耶 沒有想像中那麼多耶 他還有一些他的方便啦 就是說 你就不用夾你原本的手機 電話來啊 就不會響 我現在目視啦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 室內環境啊 來判別他的亮度 其實是有點 不公平的 看起來這個遙控器 是真的 量非常多 不過我覺得 我還是用一陣子啊 再跟各位分享 希望今天影片 對你有幫助啦 就是對於一些新手 剛空拍的 當然你想要買這樣的組合 他有 組合包 可是 像我現在就多了這個遙控器 不知道可以幹嘛 我們明天見 掰掰